嗨 我是可能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 登登 鴻蒙Family 華為第一款Monitor 華為MACFU 那其實這個Monitor呢 7月6號跟Noah 8i 跟Watch 3是一起發布的 那為什麼我到現在才來拍它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們叫我拍Noah 你們叫我拍Watch 3了 所以它被我丟在一邊了啦 對不起 對不起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這個Monitor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這個Monitor是好看的咧 它的顏值我當場給90分 首先就是路線 整體就是Minimalist簡約風 有時候越簡單的東西就越高級 再來就是顏色 一般上我們在老鴨啊 在那種電腦店看到的Monitor都是黑色的 我是講一般上啦 我在iMac很多顏色 像Made Vira就讓我銀色 這個銀哦是華為Madebook的那個銀色 但是咧我現在就沒有銀色的Madebook 給你們做對比啦 啊 對 那個Madepad的那一支銀色的M Pencil 噔噔 的銀色就是Exactly它的銀色 然後咧我剛才沒有拍到的部分 就是我從箱子拿出來的時候咧 它的支架跟它的底座是一體的 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兜 你從箱子拿出來 插電就可以直接開始用了 正面28.2寸32比例的4K screen 注意聽啊它是用32比例的 它不是一般Mon的16.9 而且屏佔比94% 四邊邊框真的很窄一下 那個畫面衝擊力是很給一下的 它從側面看 我啦哦 薄到不要不要的 比我們看的大多數Monitor更加薄 它實際測量最薄的地方哦 只有9.27mm 那它的後背又長怎樣呢 我現在給你們看啊 等一下 噔噔 後面一個超大個的華為logo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樣大個 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這套水很浮誇很炫富耶 可是當你遠看的時候 你們覺得 突然很像又沒敢去好了 莫名其妙變好看耶 Canel也是這樣子大大個 Gucci 還有Wisachi 它的屏幕我也是可以動的 就是往上大概到這個角度 往下最低到這個角度 然後上下也是可以動的 給你們看啊 最高到這邊 然後最低 到這裡 但是哦它上下移動的方式 不是靠鎖緊的方式 也不是凹槽的方式 而是單單用阻力罷了 就是說你推到哪裡 它就stop到哪裡 這樣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用久了之後 它到底會不會有骨骼疏鬆症 就是會不會容易鬆掉咧 這個可能我要用上三個月之後 才可以告訴你啊 OK 到底部 這部分呢 是我覺得它設計到很好了 這些密密麻麻洞 它是整個Mond的指甲 也是speaker的地方 再看一下一點 這個logo你們都懂了啦 就是華為Share的logo 手機一tap就可以直接連接投屏去這個Mond 然後介口部分我們快速講一下 兩個USB Air 一個USB-C 一個3.5mm耳機口 還有Power Button 那背後還有三個洞 一個充電口 一個Mini DP 一個HDMI 它整體看起來好像很簡易 好像什麼都沒有是不是 但是它接口還是很夠的 By the way 在我還沒有連接主機之前 MadeView開機了 有動畫了之後咧 它是可以connect無線滑鼠 可以connect Wi-Fi 還可以更新系統team 這個喔就是它跟大多數Monitor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連網 它可以操作 可以升級 比較聰明一點點的Monitor OK 接下來我就會連上主機 接上滑鼠 接上keyboard給你們看看喔 它成為一個完整的電腦之後 到底可以做到什麼 Go OK 它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完整的電腦 這邊我要show大家一個我剛才忘記講的東西 就是其實這個Monitor的下面這邊 有一個touch panel的 大概是一個小虎口這樣長 它叫做smart bar 兜一下就開啟 可以調節 brightness啊 護眼模式啊 setting這些 左右移動可以選 選到了 再兜一下 要回去上一個就兜兩下 如果什麼都沒有開的情況下 一個手指左右移動是可以調音量 兩個手指左右移動可以快速換輸入源 其實我個人是很想這個功能的 因為它很簡單很容易懂 它沒有什麼複雜操作 它只有三個手勢 就是點點點還有滑動 而且它的touch bar這樣長 你隨便點哪一個地方都可以啟動 你知道有一些mon 它們是一定要點到對的地方才可以啟動 所以就會發生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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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都沒有點到 當然啦 它的敏感度是沒有像 手機touch screen這樣順的 有時候它會慢一拍 或者有時候它會lag一點 那Mayview的spec那邊我講 你們都可以Google到了啦 反正它的主打就是 4K Plus原色彩顯示 無論是亮度 對比度 色準 色紋都是屬於頂級的 還有SRGB Gamma都是屬於S級的 這邊我就隨便找一些高清的圖 給你們看看效果是怎樣 就拿Kevin Durant這張圖來看喔 它的顏色非常飽滿 整個人的輪廓是很細膩的 你看額頭上的汗足 手臂上面的肌肉線條 還有光影的部分 在Mayview上面都是可以很清晰很清晰的顯示出來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Mayview的屏幕分辨率超過了4K 如果用Mini DP接口呢就可以實現 8bit 60整滿分辨率的傳輸 那愛玩遊戲的話 或者是設計師啊 剪接師他們可能就有需要用的 剛才我講過喔 這個Mon是自帶喇叭的嘛 就是這一片 所以我也找一些音樂 給你們聽一聽 這個是最小聲 這個是最大聲 整體來講呢音量是OK的 拉到最大聲的時候呢 就好像一般laptop的音量拉到最大的feel 可惜的是 可能喇叭體積太小 它承受力不夠 所以拉到最大聲的時候 它出現了爆音的情況 而且還蠻爆音的情況 而且還蠻爆音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其實是蠻喜歡3.2這個比例啊 它比16.9比例的Mon多出了18.5%的畫面顯示 這樣講你們應該不明白 反正就是從screen看去喔 它多出了6cm 意思就是說你在看youtube的時候 你下面可以show多一排video 這多出來的6cm喔 也是拿來剪片啊 做PPT啊 Excel這些 因為做slide你可以看到更寬的畫面 Excel做圖表也可以看到更多column 剪片的話 因為3.2比例上下寬了嘛 所以下面的bar 音效啊 BGM啊 Effect這些就可以看到更多 但是左右也同時短了 所以bar的長度也不能像16.9的Mon這樣show這樣長 那對於一個剪接實來講 長一點比較好 還是寬一點比較好 蛤 你問我長一點還是寬一點比較好啊 當然是人家剪片我收錢最好啦 哇嘍 可以 不需要鴻蒙 凡是有NFC的華為手機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就拿這個P40 Pro Plus示範給你們看 對於這下面這個華為Share Logo tap下去就可以直接無線投屏了 所以現在它就變成我的手機了 我懂 我是要check黑油的 這個燈拿出來就可以看到黑油的程度啦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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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然後打 這樣你也可以在手機按一下EMUI Desktop Mode 手機就當成電腦這樣用喔 MacPad Pro的話也可以 但是跟手機連接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MacPad沒有NFC嘛 所以你就要點VIRELESS PROJECTION 你就可以search到MadeView 然後再點連接一樣投屏過去 反正意思就是你從原本這個size 拓展去另一個這個size的概念 但是有個小bar就是喔 平板投屏需要有電腦 但是操作還是跟平板是一樣的 就是我要按著滑鼠拖才去另一邊 按著滑鼠你拖下來才出菜單 就好像我把滑鼠變成我的手這樣 用起來是有少少不順手的 那MacBook可不可以咧?可以 那也是一樣要自己手動投屏 連了之後可以同時用兩個screen 適合長時間工作用 看的東西更多眼睛也沒有這樣累喔 總結來講呢我給MadeView的評價是蠻高 因為它不單單只是一台普通的monitor 它除了顯示畫面這個最基本的功能之外 它從外觀設計啦色彩表現 再到智慧連接這些全部東西加起來喔 都是一般我們在普通monitor身上看不到的 而且喔它還強調了Wireless無線的體驗 基本顛覆了普通那種monitor 一定要連線的這個固定思維 無論是手機投屏還是電腦拓展 都是可以讓用戶在使用的時候更加方便 那你的價錢是多少呢? 原價2988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要買的話 preorder有送什麼啊有扣什麼啊 你們直接去我caption看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